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13世纪 一股最炫蒙古风席卷了整个东欧平原 这是一场由蒙古人发动的由东向西的狂风 蒙古铁剑在成吉思汗的最杰出的孙子拔都的率领下 发动了历史上的第二次蒙古西征 冰封所到之处 现在的俄罗斯境内的那时候的大部分的打工国们 都匍匐于蒙古的铁蹄之下 在公元1243年 拔都就在这块东欧平原上建立起了他自己的韩国 当时叫清查韩国 后来又被称为金战韩国 曾经是四大韩国中实力最强劲的一个 在以后的将近240年间 蒙古人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而以前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 现在的俄罗斯人的祖先们 则成为了蒙古人的仆人 他们中的第一人弗拉基米尔大公 在觐见金战韩国大韩的时候 也要行叩首之力 毫无疑问 这段时间的历史是俄罗斯被蒙古人殖民的历史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 800年以后 当历史进入了20世纪 一股从苏联寡体的自西向东的红色风暴 齐卷到了蒙古草原 很多年前就早已经回到草原的蒙古人 在苏俄的帮助下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这或许可以被称作是俄国人与蒙古人的第二次亲密接触 但此时与第一次相比已经是主谱一位 蒙古国成了实际上的苏联的附庸国 那时候的蒙古人有时候会觉得很困惑 这些所谓帮助过他们的俄国人 对于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的是他们那副西方的面孔 熟悉的则是在这副皮囊之下的 他们蒙古人自己祖先的灵魂 他们有时候甚至会觉得 这些俄国人有时候甚至比他们自己更像是蒙古人 其实不光是蒙古人这么觉得 在欧洲也流行着一句愿语 说撕开一个俄国人 你会发现里面住着的一个达达人 达达人这里指的也是蒙古人 所以这就难怪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俄罗斯是蒙古帝国的真正继承者 八百年前蒙古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哲学 已经深深的植入到了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 八百年前的蒙古帝国 就是以这样独有的方式影响着俄罗斯 也通过影响俄罗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大国 影响着现今的整个世界 而这种影响就从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开始 这次西征是开始于公元一二三五年 在这之前的十几年 蒙古帝国已经进行了第一次西征 那是在公元一二一九年到公元一二二一年 那次西征的统帅就是蒙古大韩 成吉思汗 第一次西征就已经征服了西辽 以及位于中亚西亚地带的花拉子魔王朝 所以这次由拔都率领的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 目标自然就要定得更远一点 而从西亚再往西 那就是欧洲 拔都这次西征又被称为长子西征 因为这次西征中有很多都是各个宗王的长子 或者是长孙 其中的就包括后来的两位蒙古大韩 一位是倭阔台韩的长子桂游 以及拖雷的长子蒙哥 拔都大家知道是朱翅的第二子 在成吉思汗的所有孙子中 他可能是最出色的 但木秀于林 他自然也遭到了一些其他长子们的杜恨 特别是来自于倭阔台韩的长子桂游 倭阔台韩是当时蒙古帝国的大韩 但这次派出西征的大军却并不是由他自己的长子桂游统帅 而是交给了拔都来统帅 这样的安排本身就让桂游心中是颇有怨恨 有一次几位长子长孙们聚在一起在大帐中饮酒 拔都先饮了两杯酒 没想到此举惹翻了桂游 以及茶和台韩的长孙不理 按照我们现在的习惯 拔都这叫先干为净 这是表示对客人们的尊重 但当时的蒙古人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拔都先饮两杯 那是把他们当作了次一等的人 本来二人心中就有度恨 这次就借这个理由发泄了出来 据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记载 不理竟然用脚后跟踢翻了拔都 而且两个人还都骂拔都是女人 不理为什么也这么看不惯拔都呢 其实这是上一代的恩怨 不理是茶和台韩最喜欢的孙子 而拔都的父亲朱斥 与他的弟弟茶和台则长期不睦 这就是为什么 承吉思汗最后将韩位传给了他的三子 窝阔台 因为大儿子朱斥 我们讲过身份不明 他是客人 二儿子茶和台又与朱斥长期不合 如果让茶和台等韩位的话 那么老大跟老二之间一定会打起来 所以承吉思汗只能再退一步 选择了窝阔台 这次喝酒风波 虽然最后是由窝阔台韩出面 算是解决了 贵游和不理也分别向拔都道了歉 但虽然表面上和解了 双方心中的梁子却已经结下了 用格鲁塞的话说 拔都永远不会忘记 他在这次所受到的污辱 而在这次西征大军中 与拔都关系最好的长子 就是托雷的长子蒙哥 这也就是为什么 拔哥后来支持蒙哥继位的原因 那么拔哥怎么没想过自己继位呢 第一就是因为他的血统 他是朱翅的儿子 这一点就注定了 他永远不可能继承蒙古帝国大韩之位 第二点呢 就是在这次西征中 他建立了他的金战韩国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王国 西征大军很快横扫了现在俄罗斯的全境 当时的罗斯人呢 是处在琉里克王朝时期 这个王朝的中心就是在现在的基辅 而在那时候 后来的俄罗斯文明的中心莫斯科 还只是一个非常非常边远的小村庄 在琉里克王朝人的眼里 那不过是处在文明的神经末梢的一些可有可无的地方 基辅城很快被攻破 蒙古人按照他们以往的习惯开始屠城 一部分幸存的罗斯人逃到了波兰 在那里继续与蒙古军队作战 这部分人就是后来的乌克兰人的祖先 除了这些人以外 还有一部分罗斯人幸存 他们就是居住在更靠西边的波洛斯克公国中的罗斯人 这次的蒙古西征并没有打到他们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这次幸免于难 后来波洛斯克公国被立陶宛征服 这只罗斯人呢就与立陶宛人融合 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就是白俄罗斯族 而后来被蒙古金帐韩国统治的大部分俄罗斯地区 那个地区就形成了现在的俄罗斯族 也就是说目前在俄乌战争中非常活跃的俄罗斯 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这三个民族的分歧点 就是来源于这次蒙古西征 简单的说就是幸运的 没有被蒙古帝国所蹂躏的那部分罗斯人 就是现在的白俄罗斯人的祖先 而遭受了蹂躏 后来逃到波兰继续与蒙古军队作战的是乌克兰人 而臣服于蒙古人 并以蒙古帝国代理人的身份 统治这块土地的罗斯人 就是现在俄罗斯人的祖先 攻克基辅以后 西征大军又继续向西进发 相继击败了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等国的部队 此时西征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深入到了德国境内 而大军已经抵达多脑河的左岸 兵风所指 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 公元13世纪 西欧正处在中世纪的中期 那时候他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十字军东征 所以那时候西欧的重心是在他们的西方 对于蒙古大军突然杀来 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且整体西欧那时候也是一盘散沙 面对这种情况 惊恐的西欧人只能寄希望于教皇 再一次组织十字军抵挡蒙古人的进攻 但能否抵挡得住 西欧人对此并没有什么信心 惊恐中的西欧人 只能一边做着徒劳的准备 一边在坠坠不安的心境中 等待着城破那一时刻的到来 但这一时刻竟然最终没有出现 公元1241年12月的某一天 西欧人突然发现 河对岸的蒙古军队在一夜之间 已经是撤得干干净净 蒙古人走了 西欧得救 拯救西欧的人并不是一位欧洲人 他是一位蒙古人 而且还是一位蒙古的大汗 他就是窝阔台汗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挽救了西欧的命运 也改变了以后文明的进程 可以说他只凭一己之力 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欧洲 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 还并不是那种悲怆性的 而是非常快活的 他快乐的饮酒 然后在快乐中死去 窝阔台汗是喝酒喝死的 按照成吉思汗以前的祖讯 如果大汗驾崩的话 那么黄金家族的成员 不管你身处何地 都要赶回蒙古的首府哈拉和林 去参加扑里台大会 在那里推选新的大汗 其实即使没有成吉思汗的这道祖讯 那些黄金家族的成员们 也要急着赶回去 选出他们所中意的大汗 这将直接影响他们今后的命运 窝阔台汗本来中意的继承人 并不是贵游 而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阔初 后来阔初早逝 窝阔台又想将汗位 传给阔初的儿子施列门 也就是说传给自己的皇孙 他眼里根本就没有贵游 但贵游有一个好母亲 他的母亲乃玛珍氏 是窝阔台最后一位皇后 所以在窝阔台突然去世以后 拿玛珍后就一力推举要由贵游继位 这自然遭到了很多朝中大臣 包括耶律处财的反对 最后无奈之下 拿玛珍后只好暂时奢政 在他奢政五年以后 最终是成功的召开了狐狸台大会 将韩位传给了贵游 在贵游登上韩位的几个月以后 乃玛珍后就去世了 乃玛珍后虽然在历史中的名声并不太好 但是他却是为了他的儿子费尽了心力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拔都以自己身体有恙的原因 没有参加推举贵游的狐狸台大会 为此贵游是怀恨在心 所以在他登上韩位以后没多久 就以西巡的名义率领着大军西征 目标就是拔都的金杖韩国 但他的这一计划被有人事先透露给了拔都 而给拔都通风报信的就是托雷的遗孀 蒙哥 胡宾列 序列乌 以及阿里布哥四人的共同的生母 索尔胡帖尼 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四弟之母 拔都得知消息以后 也马上整顿兵马准备迎敌 在贵游的军队距离拔都的军队 只有一周时间距离的时候 贵游突然死了 中年只有43岁 怎么死的史料中并没有记载 普遍的说法是贵游长期酗酒 而且身体虚弱 最后导致死亡 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据一位传教士回忆说 他曾经听到一种说法 说是贵游吃了由拔都送来的东西以后 被毒死的 但奇怪的是 贵游怎么会吃拔都送来的东西 他真的有这么饿吗 再有一种说法 是拔都知道贵游来以后 派出了自己的使者 在这名使者与贵游之间交谈过程中 发生了争执 最后两个人都相互杀死了对方 这听着呢也有点匪夷所思 但不管怎样 贵游死了 拔都安全 毫无疑问 拔都是贵游之死的最大受益者 贵游死后寒位空宣 拔都又再一次出手 扶持拖雷系的蒙哥上位 这一来刚才我们说了 他与蒙哥一向交好 再来也是报答蒙哥之母 对他的通风报信之恩 此时的拔都早已无异于蒙古大汗之位 他在他的金帐韩国里 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金帐韩国中的蒙古人 不过只有几万人 要管理几百万的罗斯人和这一大片土地 难度不可谓不大 当时的俄罗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各个地方都是受控于大小不同的公国 所以拔都的管理方法很简单 他并不直接管理俄罗斯人 而是只管理这些公国们 他采取了以一致一的手段 在这些公国中选择一个最忠于他的 做弗拉基密尔大公 可以代表金帐韩国对各大公国发好势力 这样的话 这个大公之位自然也就成了各个公国争相争取的目标 这必然导致了各个公国之间的不停的内斗 而最终的受益者自然就是蒙古人 也就是在这期间 莫斯科公国悄然的崛起 后来其中的一个莫斯科大公 还迎娶了金帐韩国大韩的妹妹 凭着这层关系 莫斯科大公成为了弗拉基密尔大公 代表蒙古人统治俄罗斯人 和原帝国一样 金帐韩国的统治也是非常粗放的 他也实行了包税制 收税的事情就交给了莫斯科大公国 莫斯科大公在完成了金帐韩国所要求的税额以后 他自己征收多少 金帐韩国一向是不闻不问 那是你们俄罗斯人自己的事情 这样使得莫斯科大公国的财力日渐雄厚 已经慢慢的不再满足于金帐韩国与他的主仆地位 而金帐韩国这边呢 却是在不断的削弱自己的实力 他不断的将自己的土地分封 又分封出了白帐韩国 青帐韩国 克里米亚韩国等等 幸亏俄罗斯那地方天气冷 如果是天气好 蚊子多的话 可能还会出一个蚊帐韩国 就这样 莫斯科大公国的实力越来越强 而金帐韩国的实力却越来越弱 此消彼场终于到了伊凡三世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1480年宣布不再向金帐韩国纳税 对此呢 金帐韩国的反应并不是很剧烈 他只是组织了一支部队 与莫斯科公国的部队进行了一次对峙 然后金帐韩国的部队就撤退了 然后就走了 走到1502年的时候 就被自己分封的小韩国 克里米亚韩国所灭 金帐韩国 受众正寝 而1480年的那一天 也就成了俄罗斯人的独立日 再以后 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兼并了其他的大公国 在昔日公国邻里的俄罗斯 在这片土地上 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 而此时也是他们有资格 接过金帐韩国接力棒的时候了 俄罗斯帝国开始做着以前金帐韩国相同的事情 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征服扩张 但方向却与金帐韩国完全相反 金帐韩国曾经是由东向西 而俄罗斯帝国则是由西向东 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 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的步伐从未停止 一直到他们翻越了乌拉尔山脉 一直到他们征服了布里查特蒙古 一直到1689年 他们在尼布楚和亚克萨 遇到了大清朝的军队 这时候他们终于停止了自己东进的步伐 回头望去 一百多年的征伐 已经使他们成为了世界上 浮原最辽阔的帝国 所以难怪国际上的学术界认为 是俄罗斯帝国完整的继承了 蒙古帝国的衣钵 对此呢 有些人肯定表示不同意 特别是那些认为 成吉斯汉是中华民族英雄的人 他们无法接受 蒙古帝国的继承者竟然不是中华的帝国 他们认为蒙古族那时候就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成吉斯汉本人就应该是中国人 那么继承成成吉斯汉 以其子孙建立帝国这份遗产的 理应就是中国人 更何况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统朝代 怎么说 这份遗产也不能交给俄罗斯人 关于成吉斯汉 关于元朝 这个呢 在上一节目中我们已经谈到了 在这里呢 就不再赘述 关于蒙古帝国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毕竟我们都知道 元朝持续的时间不过是九十多年 而蒙古帝国 或者说是金帐韩国 统治俄罗斯时间长达两百三十七年 统治的时间长 影响也毕竟更加深远 再有 明朝取代元朝以后 马上就恢复了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 在这片土地上 蒙古人留下的痕迹非常的少 虽然有一些元朝时期的风俗 习惯语言等保留下来 但这些基本上都是浅层次 而深层次的 对思想对灵魂的影响 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就像现在当我们吃着蒙古人发明的涮羊肉的时候 我们不会想起蒙古帝国时期 蒙古将士们在野外的风餐露宿 在战场上的金戈铁马 我们很可能会一边吃 一边思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吃的是羊肉吗 直到我们看到了一只鸭脖 才知道了问题的答案 而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它表现在各个方面 比如说它的汉语名称俄罗斯 按照它的英文拼音的话 应该叫罗斯 之所以在汉语中变成了俄罗斯 就是为了符合蒙古人的发音习惯 俄罗斯的一些著名的城市 比如说以前的列宁格勒 斯大林格勒 都有格勒二字 格勒也是来自于蒙语 它的意思是要塞 克里姆林宫是堡垒的意思 而乌克兰则是边境的意思 因为它是拔都建立金战 韩国时的西部边境 还有我们在二战电影中经常看到的 苏联红军在冲锋的时候 或者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经常喊出的乌拉的战好声 其实这也是来自于蒙古 是13世纪蒙古帝国扩张时 蒙古将士们经常发出的怒吼 而终于在一百年后 听到了从俄罗斯人口中发出的回声 还有在血统方面 很多俄罗斯的贵族 他们都具有蒙古基因 比如说著名的伊凡雷蒂 他的母亲耶琳娜就具有蒙古血统 是拔都汗的后裔 此外据说还有六位沙皇 十几位大公都具有蒙古血统 另外还有一些名人 比如说红色苏联的缔造者 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 他就具有卡尔梅克蒙古血统 他的祖母是卡尔梅克族人 卡尔梅克这个词呢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但大家一定记得图尔护特部 就是在乾隆年间 由他们的头领沃巴西 带着重返中国的那个图尔护特部 其实卡尔梅克与图尔护特部 他们都属于同一部落 当时一个居住在福尔加河的东岸 一个居住在福尔加河的西岸 在沃巴西当年计划率领部族人东归的时候 本来是约好卡尔梅克部的人同行 但他们启程的那年冬天 因为天气不够寒冷 福尔加河并没有完全结冰 所以河西岸的卡尔梅克人 无法渡过福尔加河 最后只能眼看着沃巴西 带着河东岸的部族人 踏上了东归的路程 他们只好永远留在了俄罗斯这块土地上 后来呢 他们就改名叫卡尔梅克 卡尔梅克就是留下的意思 此外呢还有曾经打败了拿破仑的俄军土帅 库图佐夫 还有达达人的血统 还有曾经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伯列日涅夫 以及文学家图格涅夫 化学家门杰涅夫等等等等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蒙古血统 那么除了这些名人以外 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身上 是不是也具有着蒙古血统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毕竟蒙古人的风格 大家是比较了解的 乘破之日 将高于车轮的男人全部杀掉 只留下女人 这样蒙古的血统 自然就会在被占领区广泛的传播下去 但是实际上 通过几次对俄罗斯人的基因图谱分析 发现他们的基因中 有96%都是欧洲人的基因 只有4%是来自于亚洲 而蒙古人主要的单倍群CRB 在俄罗斯人的基因图谱中 并没有被发现 或者说是人数很少 这有可能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来是因为毕竟蒙古人 进入俄罗斯境内的人数非常有限 当时金仗韩国统下的蒙古人 只有4万户 大概都加起来 也就是不到10万人 而统治俄罗斯这片土地上 当时已经有了几百万人 再有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 蒙古人对俄罗斯人 并没有实行直接的统治 他是通过各个公国 实行的间接通治 所以蒙古人与俄罗斯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而且二者之间语言不通 宗教信仰也不一样 俄罗斯的贵族们当时与蒙古人通婚 那是为了谋求政治上更好的发展 而对于俄罗斯平民来说 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那时候俄罗斯人与蒙古人之间的通婚并不多 蒙古人对俄罗斯帝国的影响绝对不是在血土上的 而是已经深入了到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蒙古帝国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的奴奴制 以及在军事上的侵略扩张 都完整的注入到了俄罗斯帝国的血液之中 俄罗斯帝国继承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彪悍勇猛士杀 以及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和狂热 俄罗斯帝国能成为一个疆域广阔的强大的帝国 应该首先感谢的就是蒙古帝国 在蒙古帝国统治他们之前 俄罗斯这块土地上还是公国邻里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是蒙古人统治让他们看到了中央集权的威力 所以后来的莫斯科大公国才吞并了其他的公国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帝国 然后才有了后来摆脱金帐韩国的统治 才有了不断的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扩张 那么为此俄罗斯人对蒙古人是不是应该心存感激呢 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把蒙古人统治他们的这段时间 作为他们的一个正统朝代来看待呢 答案是否定的 大部分的俄罗斯学者认为 蒙古统治俄罗斯这段时间 是俄罗斯的一段黑暗时期 被称为达达桎桑时期 桑桑这个词在俄语中有多重意思 有肉体上的压迫 精神上的压抑 以及异族的统治奴役等等 蒙古人确实是促使俄罗斯人 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 但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一些东西 在蒙古人来之前 公国邻里的俄罗斯 并不是公国的大公们一切都说了算 当时有一个市民会议的一个组织结构 叫魏彻 很多事情是由这个魏彻组织来进行决定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基层的民主机构 但是当蒙古人来了以后 在蒙古人的集权之下 这样的组织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自然也就被抛弃了 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也就由此中断 蒙古统治期间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联系 迫使俄罗斯只能向东看 这些都使得俄罗斯人处在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他们是东方人眼中的西方人 又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 在西欧人的眼里 他们被称作白色达达 西欧人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像欧洲人 其实这也难怪 西欧人走过的历史组成 俄国人根本就没有走过 俄罗斯人没有经历过罗马天主教事情 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 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 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 也没有经历过大航海时代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蒙古帝国统治俄罗斯的这段时间 使得俄罗斯与西欧渐行渐远 15世纪西欧人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 而此时俄罗斯人也摆脱了他们所谓的达达之故 当走出了中世纪的欧洲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 俄罗斯人还在向东 向东 当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 思想上得到极大解放的西欧人 开始走入现代文明 拥抱海洋 掀起大航海运动的时候 俄罗斯人却以此相反 他们的着眼点仍旧是在陆地 不断的向东 由此俄罗斯与西欧也就变得渐行渐远 当俄罗斯人一次又一次的踏上 刚刚被他们征服的土地 当他们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进行种族灭绝 并将这块土地归入帝国版图的时候 他们回头望去 一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但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失去了什么 才更加促使他们更加疯狂的去掠夺 试图弥补他们所失去的东西 蒙古帝国对于他们而言 一失一仇 终于在八百年以后 当进入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俄罗斯人终于为他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 做了一次最后的定位 这一次是主谱意味 蒙古人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 但他同时也是俄罗斯的附庸国 普从国 昔日的蒙古帝国 只能靠出卖能源来维持自己的生息 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一样 他们都是丛林法则的忠实的信仰者 是狼文化的坚定的实践者 由此也就注定了 他们这些曾经丛林中的强者 也必将被丛林所吞噬 以暴异暴的魔咒 也必会将这些不可一世的帝国 慢慢的拖入到茫茫的历史黑洞出去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